簡單的方法 其實只要把這個公式 把它複製貼到這邊 概念跟那個 這個VBA裡面放I有點像 只是說放 VBA我前面講過 VBA有個好處是可以放變數 但是 公式裡面不能放變數 所以你這邊複製完之後 如果要放過來的話 把這個第一個N 記得喔 一樣是先兩個雙以後 移到中間 M的兩次 不是跟那個之前VBA 要串一個I有點類似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貼過來 只是說呢 在VBA裡面是 加一個I就可以了 但是這邊的話 加一個公式 然後加一個YM就可以 意思是說呢 算完年之後 剩下的月份告訴我一下 OK 打個勾 有沒有 這個人到今天48歲 7個月 因為他還沒滿 所以他等於是 從8月一直到3月 過了7個月了 OK 哪有幾天呢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一樣 把雙以後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移到中間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貼過來之後的話 那剩下的天的話 就是MD 就是算完年跟月之後的話 還剩下幾天 那告訴我一下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算 他等於是 這個 48歲生日之後 已經又過了7個月 又26天 所以大概 就差不多 4個多月 就是他的生日 OK 差不多 4個多月嘛 OK 所以 這個做完之後 就算完了 另外的話 如果要把它變VBA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規則放到VBA裡面 當然我們希望什麼 輸出 然後清除 那當然 我們前面講過 把那個VBA輸出的方法 除了說可以用 你可以用DATIF這個函數之外 當然也可以用VBA裡面的函數 不過 目前看起來 VBA裡面 似乎沒有一個可以完全取代 DATIF的函數 所以這個地方 你看我底下 這個地方只有輸出公式 就沒有輸出那個 用那個DATIF 因為基本上 我也找了一下 發現好像要完全取代 DATIF的這樣的函數 好像似乎是找不到 OK 你們也可以去找找看 我是覺得有一個函數蠻接近的 但是似乎沒有DATIF這麼好用 OK 所以呢 Gucci我們就用輸出公式的方式來完成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因為前面有講過 所以這個地方 請各位自行再練習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這個E-Day函數 這個E-Day函數的話 蠻特殊的 因為我剛剛講過 算日期 其實月份是最麻煩的 有沒有 因為月份的話 總共有四種天數 2829 30 31 那麻煩 所以如果將來 我希望 間隔幾個月的話 那這個地方其實可以用E-Day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 奧運當天 我這邊有改2021的 這個7月23號 把資料帶過來 那如果奧運呢 三個月之後的話 三個月之後 怎麼改 當然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怎麼 直接用E-Day函數 然後哪一天開始 Star-Day這一天 幾個月 有沒有 第二個參數是month month 就是幾個月之後 所以三 表示三個月之後 OK 十月份 如果三個月之前 就是那個前三個月的話 那一樣用E-Day 然後這一天 那month的話 用負的 負三 三個月前 那就是4月23吧 OK 這到4月23 當然呢 如果你不用那個 E-Day來做的話 其實很麻煩 怎麼說呢 如果你要用那個其他方法 以前是用Date函數 那Date函數的話 變成你這個year month day 你變成你要怎麼做呢 你要取得這一個日期的year的話 那你變成你要這樣的 當然我這邊跟各位講 我想你看了 應該也就不會用這個方法 如果E-Day 當然你就直接用E-Day 這個要先把這個日期的year拿過來 拿這個month的話 一樣 要外面再包一個month 然後再把這個日期的month帶過來 那day也是一樣 所以超麻煩的 Date函數呢 變成你要先把ymd先做 然後計算的話怎麼計算 從這邊計算 加3 這樣子的話呢 才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OK 所以比起來的話 當然呢 這個E-Day只要這樣OK 這個day就相對麻煩了 所以我是建議 你乾脆用E-Day就可以了 那E-Day這個函數的話 是2003之後才加進來 就是E-Sale2003以前的版本 還必須要手動把它加進來 非常的麻煩 OK 所以呢 如果你知道E-Day的話呢 那待會呢 你其實可以在那個 綜合練習裡面切過來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產生一個年曆的話 那第一步 這個題目裡面是要怎樣 他是希望 假設我們這個地方 只有這個第一天好了 比如說今年的第一天 那我要怎麼樣產生一整年的年曆 第一個的話 我們先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再產生每個月下面的其他天數 OK 所以我們可以用剛剛的E-Day函數 STAR DATE的話是這個 相差幾個月呢 1月1號跟2月1號相差幾個月 相差一個月嘛對不對 所以按確定 有沒有2月1號 你就把它向右填滿 因為他就會自己再去抓前面的月份 那就3、4、一直到12月 每一個月的第一天就出現了 有沒有 那每個月的第一天出現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在到底下 等於什麼 這一天怎麼樣 加1不就好了 因為一天就1啦 OK 加1打個勾 有沒有 那把它向下填滿 一個月到哪裡呢 應該到這裡吧 這就多了 到這裡 1月份到1月31 OK 向右拉 拉到12月份 12月在這裡 那你會發現一整年 看起來好像都已經出來了 因為它會自動去抓下一天下一天下一天 但是這邊有幾個地方不OK 哪個地方不OK呢 因為今年好像是2月28天 所以這個地方 這邊應該不能出現這個吧 那這邊好像也多了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不是31天的 底下都會出現多餘的日期出現 那可是怎麼辦呢 怎麼樣把它刪掉呢 其他有同學說 是這個很少喔 那不然就是這樣選起來 解決掉 選起來解決掉 可是我們就不希望說你這樣 因為雖然很少啦 但是喔 我希望呢 你不要用土法煉鋼的 那如果不土法煉鋼的話 該怎麼做 其實有個概念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如果要把它刪掉的話 你可以用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如果 你的 上面的那一天 跟你現在這一天 如果月份不一樣的話 那就把它刪除掉吧 對不對 那這樣不就符合我們要的規則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把這個規則寫出來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剛剛這個地方 年曆的部分 先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用E-Day就可以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我們希望 這個綜合練習 是希望先用E-Day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第二個的話 就產生每個月的其他天 但是呢 會有一些 假如不是31天的日期 它會多跑出下個月的其他日期出來 所以喔 第一個問題喔 如果我不希望用圖法煉鋼刪除的方式 而是用公式做一個邏輯判斷 當它的月份不相同的時候 就不要幫我輸出資料 那該怎麼做 OK 這個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這邊的話呢 一整年喔 禮拜六 跟禮拜天 把它用不同顏色 格式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當然不是像圖法煉鋼 因為一年的話有52週 那如果你說圖法煉鋼 那變成你要圖52週的顏色 而且禮拜六禮拜天又填一次 那變成裡面要填了100多次喔 這太浪費 所以如果假如我們希望喔 可以快速格式化 那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喔